準備 五分鐘 最後一場證件發表會 客文哲閉關演練 據瞭解 他將聚焦兩岸外交 國防及長照醫療議題 但日前接受軍事相對論 Podcast節目專訪 這番外交見解掀起議論 因為我們跟中國關係不好 他才會挖你搶腳 你要是沒有那麼緊張 他也不見得要去搶你那麼多 但是對我來講 我對邦交國的數目 我是比較自然 您是說 即時到零都沒有關係 對啊 我態度是這樣 當然有人會說不可以 但是我覺得 但是 我的態度是這樣 實質外交比較重要 客文哲語出驚人 就算邦交國歸零也沒關係 還舉例臺灣跟日本 美國沒邦交 但關係也不錯 不過前外交官分析 若臺灣真失去所有邦交國 將在國際組織被消音 如果沒有零邦交國 幫我們提案的話 喊抱歉 就沒有聲音 人家也不知道你臺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不能夠到會場去參與 因為我被排除在國際體系之外 因為沒有邦交 可主席的發言恐商及友邦的情感 也引起友邦的誤解 相信也非國人所樂見 前外交官舉例 COP28就是因為只有實質外交 而非正式邦交 立委才不能進入正式會議區 吳欣穎還為此 批外交部斷交部 講這個話是自我矛盾 邦交國零也沒關係 那要外交部要幹什麼 沒有執政過的人才會講的話 儘管臺灣受大環境影響 在邦交國節節敗退 但若真如柯文哲所說 邦交國零沒關係 第一線外交人員如何自處 三立新聞 陳菊也到我們今集英特報道